點了一大碗石斑魚拉麵 準備享用來自日本的好味道 但怎麼找就是找不到標榜的石斑魚肉 有民眾在試營運期間用餐 發現這個問題 氣得投訴 店家所標榜的石斑魚以及蝦麵 都是由真正的石斑魚或蝦子 熬煮出來的湯頭 並不是用配料的形式放在上頭 對此店家也貼出公告 以免遊客再度被誤導 十二號台中港三井正式開幕第一天 剛開門正值用餐時間 大批民眾湧入美食區 真的得看清楚再點餐 記者王一超 張志凱 SNG小組 台中報導